第十集 玩具TV 第十集 今次介紹 上次介紹不到的 MATO ROBO 曉 不斷轉一轉 給大家看 其實本身上次已經 擺放了姿勢 這個姿勢維持了足足 一個星期 唐賴今個星期 終於可以給大家看 基於這一次 或者本身台座的設計 它應該不會 糟糕 大家很抱怯 轉完一個圈 其實我反而 想吐槽一點 本身 如果大家有入到大咒的話 都不會 覺得這隻會陌生 因為本身純粹說一套 劇情 就真是一般 但如果說機體來說 確實我自己 經過一些設計師 撿過之後 差很遠 這一步 是其中一步 都是那一步 如果大家有看過 波動也有看過 Seat Destiny 都看到差異很大 差異的意思是 設定和駕駛者 當大咒時 卡卡連用 都挺廢柴 雖然他的對手 是露人真 但也不會被人斬 斬他這麼難看 但一到了上空宇宙 駕駛的是穆拉布拉家 之後 真真正正成為不可能男 怎樣不可能男 揚電子炮都擋到 好 故事說到這裏 不斷 確實 真的看回這裏 姿勢 擺了 都拆下來 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配件來說 真的挺划算 划算的 划算的定義 是他有了 不知火 這個背包的裝備 不知火當然 當然最重要的賣點 就是這裏 龍騎兵 7把龍騎兵 另外有盾 還有一支白雷 又想說一說 雖然Seed Destiny 真的一般 但他的兵器的名字 真的挺帥 例如Strike Freedom 什麼瓊式槍 什麼 很厲害的 什麼狼牙色不鬼 這把東西的槍 又叫做百雷 所以有些了道 可動性來說 其實真的不用擔心 你看到 手、肩、大腿、腳等等 其實都可以扭得挺厲害 或者我先拆掉一個不知火 可否當作是白色呢 如果定位來說 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金色的機 坦白說 其實是真的數得出這麼多 白色 Turn A那部 金龜 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是 這一部 是 看著手 沒有什麼印象 真的 我印象中真的不是太多 好 先動一動 其實本身的武器 依然可以很牢固地 放回去特定的位置 而不會掉 當然 關節也是那一句 我還是不斷擔心 真的不用擔心 好 循例 也是動一動 頭部 好 因為本身它的頸和頭 都是有兩節的波 以及亦都遇到一些 虛位給你動 所以它向前和向後的幅度都很大 這個是即是玩遊戲型的樂趣 對了 手 不過玩的時候大家小心一點 其實最理想是戴手套 因為整個東西都是做過電動處理 一拆下去就一定有手指 抱歉,我今天真的沒有戴手套 二床關節的手腳,很緊 大家可以看到它動的幅度可以貼住 本身Ball Joint前面留一個直裝口位 所以可以預算一些位置去動 好,男人都喜歡玩腰的,我先拉一下腳 電鍍金的QC是較嚴重的嗎 我一般的,老實說QC 所以我都會把它放出去 神經快樂電到的東西是有些電得厲害 有一邊是淡一點的,這隻我暫時 如果這個顏色水來說問題不大 但留心體也會有些花痕 但這個很坦白說,挺難避 腰就只有左右,有少量前後 因為它本身只是靠腰位和腰位中間的Join 來做一個可動 不要想腰中間會有甚麼可動關節 好,又先拆下白雷 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可以見到它側甲是可以動得很大 亦因為動得很大的關係 變了變相 例如打側的一字馬,它是可以做到的 不過想說多一點,大家動的時候 真的要留意會不會夾撞甲 例如剛才說的腰甲位 這些尖位很容易把腰挖到 變成刮花了,就不夠人了 後面的甲也是可以動的 所以同樣地,變了它向後 亦都不會有甚麼阻礙 金屬關節 對,沒錯 基本上通路無雲距的屈架都相近 變了這些關節位,其實全部都是金屬 所以變了你握上手的手感都不錯 好,剛才大致上屈那隻腳 幫我這次再屈一次 好大致 玩來講是挺好玩的,真的挺好玩的 還有本身的造型我真的挺喜歡的 因為它,如果我沒有記住 應該都是從田至有份執行 所以變了有錯性更正 所以在外形方面真的差很遠 腳裸 原設都是大學園是嗎 是,其實整套都是大學園 但是它本身當然是大學園老師 但是它原設的創意 在座位置那裡真的不錯 是不錯的 當然之後 比例如阿九遵遠一 剛才說的重建資 又或者有不同的設計師 去fine tune 出來的效果就真的完全不同了 真的會吸引很多 是 好,到它了 可動性真的不用擔心 所以現在要玩它的配件 我又拿筆 換一換一隻手 拜託 是 好 好 看看金色的按摩器 沒有退色的 真的 沒有退色的 坦白說 你玩得這些退是 也是必然會發生的事 等出來 放開盒 就沒有辦法了 對 還有特別是香港這些天氣 腳板它都有塗裝 是啊 我以為它是塗裝 那不算是塗裝 它是塗裝 是塗裝 是塗裝的 但它就加了一個Gross Coating 變成了感覺就沒有那麼塗裝 我依然是不放不知火上去 對著 你玩的時候 移印會不會刮到 所以玩的時候要很小心 在你打算設定什麼Post之前 最好可以留意關節的方位 才去處理 就最穩妥 有很多移印的 是啊 你講得很對 很小的移印 2mm 1mm x 1mm 其實我都不確定 可以拍到多大 反而不知火可以給 這個裝備可以給大家看 譬如說它本身 金色撞上一些紅色的移印 或者標紋 是非常細緻的 不知火本身也是 譬如說頭 或者是腳這些marking 不敢說很多 但其實這個情報量 我自己來說 都覺得足夠 嗯 當然台座也很漂亮 有很多的金色 是 它很有大樽政紀的風格 你說得很對 不過最近那套Gundam 錶費都是大樽政紀的 對 其實基本上所有Gundam 錶、低塔那類 都是交給大樽 去將那種很有獨特的姿勢 和迫力 完美地表達出來 好 那反而 已經設定了 重點就是這個 當然 如果真的要擺放的話 其實用這個藍色的台座框 就插上去就可以了 而後面這個不知火 亦都可以分件地擺開 本身其實特效方面 亦都已經給你了 所以其實一擺下去 就已經完成 很方便 我先插幾個出來 我就免得拆光 對 這兩個都是 對 夠了 那些移印很多 真的 很仔細 很多 好,這個 放在桌上 好 這些不是精彩 不知火 我先放在桌上 我先放在桌上 謝謝 剩下的兩個是… 是… 本身其實它那個台座 亦都有一些可動的 所以其實這個設計 是真的非常之好 我自己覺得 謝謝 這個應該要散 好 這裡是否穩固 也算穩固 幸好這次又充得了 那位名字 真糟糕 是 是 你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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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0日 4月4日 行不行 它的台座都可以交角度 好 我都放了紅顏 雖然不得不服Bandau,一雞多吃 但你又不可以避免地付錢 所以這招我都覺得真是絕 其實也有句話,喜歡這個Seed Destiny 又是這個蒙拉布拉加的粉絲 這隻我是真心推介的 好,今天先報紙,稍後見 一陣子再加一遍 一泡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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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